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要死翹翹了 太可怕了 來人啊 救命啊 救命 我要死翹翹了 快點來人啊 之前上最帥的小悟光要死翹翹了 怎麼了 怎麼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小年姐姐 救我 你到底怎麼了 哪裡不舒服嗎 我要死掉了 為什麼 怎麼會死掉啊 被 臭 死 誒 什麼啊 搞笑喔 誒 這是 這是什麼味道啊 誒 好臭喔 我的天哪 難怪霧光會說被臭死欸 誒 霧光 你快起來啦 不要再裝死了 我現在是霧光鬼 誒 你在鬧 我就不帶你去買巧克力餅乾喔 誒 我復活了 誒 你真的很愛搞怪欸 快點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啦 這個臭味 是從哪裡來的啊 誒 因為 師父啊 蛤 師父 難不成 師父在煮東西喔 不是啊 是師父在吃中藥啊 那個味道聞起來 超級臭的 不管我跑到哪裡 都聞得到欸 上次吃後吃的時候 我就放學回來 一下一下而已喔 全上都是那個味道 然後 我就跑去光源 找王大明他們玩 他們就叫我不要靠近他們 還說我是臭臭光 他們都不跟我玩 蛤 怎麼這樣啊 又不是你的錯 那 師父到底是怎麼啦 生病了嗎 為什麼要吃中藥啊 師父說他年紀大 要弄什麼身體的 就跑去買中藥 結果害到我 我現在都不敢出去玩了 怕又被叫臭臭光 蛤 是身體生了什麼病嗎 師父要不要緊啊 我不要緊 我的身體好得很 只是我聽人家說 要趁年輕的時候保養 調整好體質 等到年老的時候 才不會突然生病 所以才去中藥房的 霧光也真是的 不過就是吃個中藥 幹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 是不是也想吃啊 哈哈哈哈 我才不要吃那個臭臭的東西 會不會叫臭臭光 哈哈哈哈 這個氣味是藥材天然的味道 這些藥材啊 都是很珍貴 對身體很好的東西 那會臭啊 反正師父 你下次要吃的時候 要先跟我講 不然人一煮下去 我都不能出去玩了 哪有這麼誇張啊 正是的 那個味道 是真的有點刺鼻啦 師父 您喝的時候 不用把鼻子捏起來嗎 不會不敢喝嗎 習慣就好了 不過就是中藥嘛 會苦 會刺鼻 也是正常的 但是對身體好 忍著喝下去 也不會怎麼樣 又不是每天喝 師父 你很強啊 喝那個苦苦臭臭的東西 都不會怕哦 哈哈哈哈 有什麼好怕的 人家說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我是吃苦當吃補 哈哈哈哈 啊 什麼苦苦苦啊 武瓜 是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啦 意思是說 能夠吃得千辛萬苦 才能獲取公民富貴 成為別人敬重的人哦 對呀 這就像我們 一定要經歷過一些磨難 跨過任何困難 最後才能獲得成功啊 嗯 欸 我記得 好像有一個故事 就是在講 當人很辛苦的耶 故事 我要聽 小林姐姐 你快點想起啊 嗯 我記得是 有一尊 立在路邊的泥像 她看著經過的人群 就覺得很羡慕 羡慕他們 可以成為人 於是 就向佛陀祈禱 佛陀啊 請讓我變成人吧 佛陀回答 你想要變成人 可以 但是 你必須先跟我 試走一下 人生之路 如果你受不了 人生的痛苦 我就馬上 把你變回泥巴下 佛陀一說完 手一揮 你一向就變成了 一個年輕人 然後 年輕人跟著佛陀 來到一座懸崖邊 佛陀就說 我們站的這座崖是生 面對的崖是死 這兩座崖中間 有一條大小不一的鐵環 所組成的鎖链 現在 你就從這裡走到對面吧 年輕人 戰戰兢兢的 踩著鐵環往前走 一不小心 就疊進一個鐵環中 胸口 還被壓得喘不過氣 年輕人 就大聲喊 救命啊 救命啊 佛陀卻冷冷地說 請你自己想辦法吧 在這條路上 能夠救你的 只有你自己了 啊 佛陀好無情啊 他都見死不救 壞壞 佛陀說的也沒錯啊 在人生這條路上 能夠救你的 只有你自己 不急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人生啊 不是別人的 嗯 然後 年輕人就拼命掙扎 好不容易掙脫鎖链就罵 你是什麼東西 卡得我這麼痛苦 鐵環回答 我是名利之環 然後 年輕人又繼續走 突然 突然 掀出一個美麗的女人 對年輕人笑 年輕人 馬上就被迷住了 然後 她又被一個鐵環卡住了 哦 男生愛女生 小小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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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 嘻嘻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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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胜痛苦之后的轻松快乐啊 难道你真的愿意要放弃人生吗 年轻人回答 人生之路痛苦太多 欢乐跟开心的时候实在太少了 我决定放弃人生 还是去当我的泥巴像比较好 啊 他放弃了 好无聊哦 五光 有些人承受不了人生的痛苦 就会选择放弃 虽然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啊 就享受不到成功的喜悦了呀 嗯 然后佛陀又挥一挥手 年轻人马上又变回原本的泥巴像了 可是不久之后 发生一场水灾 洪水把泥巴像冲倒 泥巴像就变成一滩烂泥巴了 啊 好可怜呢 你巴像就这样没了 对啊 如果他是人的话 就可以逃走避难了 不经历一番风雨 怎么能看见彩虹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本来就会经历许多痛苦的磨难 有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选择勇敢往前成为强者 有人却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选择逃避 变成弱者 其实这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没办法去评论什么 但是如果没有体验过 克服困难 克服困难 才知道城有多难赚 也是从那个时候 才开始学会存钱的 那个泥巴像 好可怜呢 他都还没有吃到巧克力蛋糕 就变回去了 我才不要没有吃到巧克力蛋糕 就放弃 可是如果我闻到师傅的中药 可能就会放弃 我也是哦 不要小看中药啊 你们两个在笑 我就去买中药煮给你们喝 不笑了不笑了 师傅 劳命啊 正是的 会变臭臭然 小黑不知道今年几岁了 他每天跟我一样 跑来跑去 应该也跟我一样很年轻 嗯 那小红红呢 那每天都在水里面 而且他的眼睛看起来 好没有精神哦 应该跟师傅一样老老的 哎呀 还是小乖乖最好了 听小铃姐姐说 我乖可以活很久很久耶 哦 好羡慕小乖乖哦 嗯 如果是因为动作很慢 所以才可以活这么久吗 就问看师傅好了 师傅这么遗憾 一定知道为什么 嘿嘿嘿嘿嘿嘿嘿 小莲娜 你老是往寺庙里跑 妥当吗 家中长辈应该也会担心你吧 常常常不在家 师傅 你不用担心啦 我现在都会告诉他们我要去哪里 还有我几点会到家哦 那非常好啊 嗯 我就不用操心啦 师傅 有你这样的长辈真好耶 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阿嬷 每天都很担心我 不管有没有交代我去哪里 我怎么样早回家 他们都还是会担心我 每天都要问东问西的 有时候啊 真的很希望他们跟师傅一样 不要费那么多心力 操心在孩子身上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师傅提醒你 等你之后出社会了 或是你的妈妈和阿嬷 不在身边了 你才会知道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这样 不辞辛劳 又无怨无悔地关心你 照顾你的 要珍惜呀 嗯 师傅说得我明白 只是 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这么辛苦啊 年纪都这么大了 应该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啊 就像师傅这样 其实人到了垂木之年 体力会逐渐衰退 口中的两排牙齿啊 所剩无几 在乡的食品也消化不了 人也变得老眼昏花 看不到远处或细小的东西 无论别人说话声音多大 耳朵都听不清楚 你说真要去享受什么 我看也难啊 对 我的阿嬷就听不到我在说什么 为了要让她听到 我都会说得很大声 可是啊 说得太大声 她又说我很凶 真是很无奈啊 像我这样的老年人 有大量的时间 可以自由支配 但往往啊 却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再加上子女们 都忙于自己的事业 平时除了电话问候以外 难得有人陪在身边 嘘寒问暖 所以在整日郁郁寡欢下 脾气是会越来越古怪 心里也是会越来越忧郁 啊 还会忧郁哦 哦 希望世界上的长者 都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 像师傅一样啊 以佛教的十二元起之 老死以生为原观点 每个人应自觉年老时 是生命过程中的自然阶段 但不是等死的废物阶段 应该是丰收 成就 享受尊严的时期 嗯 老死以生为原的意思 我不太明白 色 心 诸法 相续变异 称为老死 若以现代观点诠释老死 老死是人生的终结 老死 忧悲苦恼 为人生所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为什么会有老死呢 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 观察的起点 观察的结果 认为老死是由生而有 因为有生 所以才有老死 因此老死是以生为原 哦 原来如此啊 明白了 你知道重阳节吗 呃 师父 你是说农历的九月九日那个吗 是啊 重阳也叫重酒 在义经中把酒定为阳术 九月九日两酒重叠 为之重阳 由于九酒和长酒的酒同音 有长长久久的含义 因此有长寿之说 重阳节因此又发展为敬老节 希望每位老人家 都能富贵长命的意义 古人说 九酒乃长寿日 可聚会也 古人认为 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祥日子 哦 原来重阳节也是敬老节啊 我只记得又叫灯高节 呃 还要插猪鱼 喝点酒 哦 哦 师父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要问你 哦 哎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像猫是鬼跑出来就算了 还插话 哼 小云姐姐你还不是一样 我还没有问完呢 哼 哎 你这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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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了 你们静下心来 师父说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了 哼 好啊 要不是乌光家 我才不会那么生气 哼 小云姐姐 你不要说话了啦 我要听师父说故事 才说别吵 怎么马上又开始了 我要说故事了 谁都别说话 很好 手放下吧 我要说故事了啊 有关于重阳节的传说 有很多种 师父今天要讲的是 采自河南的民间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汝南县有个人名叫桓锦 他和父母妻子一家人 安分守己地耕舔过日子 有一天哪 汝南两岸忽然流行起瘟疫 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 桓锦小时候 曾听大人说过 乳河里住了一个瘟魔 每年都会出来散布瘟疫 危害人间 为了替乡名除害 桓锦打听到 东南山中住了一个 叫费长房的神仙 他就决定前去拜访 谁知道啊 他翻越了千山万水 还是找不到这个神仙 有一天 他忽然看见前面站着一只 雪白的鸽子 不断地向他点头 桓锦走近一看 鸽子忽然飞了两三丈远 落地后 又不断地向桓锦点头 就这样 桓锦跟着白鸽 终于找到了费长房的仙居 桓锦走到门口 恭恭敬敬地跪了两天两夜 到了第三天 大门忽然开了 一个白发老人笑咪咪咪地对他说 弟子为名除害心切 快跟我进院吧 他跟我一样 是个超人呢 要拯救大家 要是会一直说话 就一直呜着吧 后来呢 费长房 就给了桓锦 一把降妖青龙剑 让他练习降妖的方法 一天 桓锦正在练剑 费长房 走过来对他说 今年九月九日 乳和温魔又要出来害人 你赶紧回去 为名除害 我给你猪鱼叶一包 菊花酒一瓶 让你家乡父老 登高必货 话说完 就用手招来一只仙鹤 把桓锦 载回汝南去了 桓锦回到家乡 就把费长房的话 向大家说了一遍 乌光啊 手放下吧 谢谢师父 到了九月九日那天 他就带着全村的人 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 把竹鱼叶子 分给每人一片 让温魔不敢靠近 又把菊花酒倒出来 每人喝了一口 说是可以避瘟疫 安排妥当后 他就带着降妖青龙剑 回到村中 等着斩杀温魔 不一会儿 温魔从乳河里走出来 他找遍了所有的村庄 却一个人也看不见 忽然抬头看见 人群都聚在山上 他就冲到山下 却被酒气和猪鱼的香味 吓得不敢向前 一回头 又看见环景坐在屋子里 连忙张开大嘴 向前扑去 环景抽出宝剑 和温魔斗了几回合 温魔斗不过他 转身就跑 环景咻的一声 射出了宝剑 一眨眼 就把温魔定死在地上 从此 汝南两岸的百姓 再也不受瘟疫的侵袭了 人们就把九月九日 灯高必获的习俗 一直流传到现在 哦 我一直都不明白 为什么重阳节都要插猪鱼 跟灯高踏青 还有喝句花酒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虽然九九重阳节 有几种不同的意义 是灯高节 也是敬老节 但师父还是要提醒你 家中有年长者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而你们 也要去帮助他们 去孝顺他们 让他们去尝试 跟享受 更多以前 没有机会接触的事物 不要让他们觉得 一生仅此而已 哎哟 我都忘记了 我跑过来 想问师父一件事情的 哦 什么问题啊 周师 为什么乌龟可以活这么久啊 是因为他们动作很慢吗 不然 你从今天开始 也都慢慢地走路 慢慢地说话啊 看你能不能长命百岁 小莲姐姐 我又不是问你 我是问师父啦 这个问题 师父还真的不知道呢 小莲你知道吗 嗯 之前生物课有讲到 好像是因为 乌龟的新陈代谢比较慢 所以能量消耗的很少 还有啊 他们的心脏机能比较好 这些都可能是他们能那么长寿的原因哦 如果乌龟你还想知道更多 可能我们就要去图书馆找资料了哦 嗯 那小莲姐姐 你下次带我去图书馆好不好 可以啊 但是你要答应我 进去图书馆 要轻声细语 不可以大吵大闹哦 啊 你们刚刚讲的是什么节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唉 running 烦恼风吹起 蒲笛树也掉满地 手拿走走快快扫 无来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早草山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银屋颠 烦恼犹如早草山